投掷的技巧 又到了我甜咖啡的花式技巧时间了 在前两期节目中 我给大家主要讲解了各种跳跃的技巧 在这一期中 我将讲一下投掷的各种技巧和花式 投掷的技术 大家往往都会忽略 但是闪光弹闪到自己人 手雷炸到自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熟练掌握投掷的技巧 其实非常的重要 在敌人与你僵持不下的时候 恰到好处的一颗手雷 能帮助你轻松的克敌制胜 实战中意识与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玩家已经习惯于在冲锋前 先扔克手雷 但是没有意义的扔雷 只会提醒敌人暴露自己的位置 很多玩家喜欢把闪光弹扔向敌人 但我要说的是 闪光弹不是手雷 只要让闪光弹出现在敌人的视觉 锁在地就可以了 现在双方的目光都提中在洞口 匪徒只要把闪光弹扔到洞口处就可以了 这样不仅迅速有效 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匪徒再也不用担心 因为速度慢而抢不到优势地位了 同样CT可以把闪光弹扔到这里 Aztek的吊桥里 通常先往自己的站位处扔一颗闪光弹 手雷和闪光弹是压着敌人进攻的有力手段 在敌我双方拼抢站位的时候 高超的投掷技巧可以说是制胜的法宝 投掷技巧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利用反弹 它就像篮球运动中的打板镜框一样 是投掷技巧的基础 在Aztek走廊 当匪徒Rash木门的时候 给其一颗手雷获得闪光弹 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有的玩家习惯于打这样的反弹 但是如果匪徒Rash速度快 依然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我习惯于这样扔 这样不仅不用担心速度问题 更不用担心会暴露自己 手雷会因为碰撞而改变方向 达到直线投掷无法达到的地方 比如在这里 当你听到上面敌人冲锋的脚步声 如果贸然的冲出去对敌 这是相当不明智的 如果利用反弹技巧扔雷 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利用反弹技巧的投掷 这是在我的MTV2中的一个镜头 雷打在墙上回弹 自己跟上乐起 用身体将雷再度弹向敌人 这一技巧 可谓是投掷技术中的最高境界了 手雷在空中是可以碰撞的 这在我的MTV2中也有展示 在DAS2B区 雷其实可以从墙的上面飞过 这可以说是利用了地图的bug 同样在Inferno中也是可以的 下面我再来说说几个有关投掷技巧的地图bug 如果在这里扔一颗闪光弹 嘿嘿 那么整个B洞里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被闪到 还有像Cable中的这里 扔一颗闪光弹后冲B等的敌人也会被闪到 烟雾弹的bug就更多了 作为大家熟知的就是DAS2中的A洞 烟雾弹会卡在墙角中 造成大量烟雾弹后弹开 弹开后继续被卡一直能飞到A大道上 七天会不停地制造大量的烟雾 类似这样的地点还有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Train地图中的这里 仔细看烟雾在穿墙而过 我们再看一遍 这样可以轻松扰乱Rush走廊的敌人 对了忘了说了 以上这些bug在正式比赛中是不允许实用的哟 平时玩玩还是可以的 好了这期的花式技巧就到这里了 下周四再见了 对了